董卓军内卷的非常厉害 吕布卷不过人家呀 有人说瞎扯 吕布那么牛 怎么会卷不过别人 董卓麾下谁比吕布强 那是我们的想象 也是吕布自己的想象 好 这里是长篇三国正史推理视频 吉利传的第18集 吕布的内卷 吕布投降了董卓后 董卓对吕布说 我们视为父子 我发誓把吕布当儿子 那吕布认为我都是你儿子了 那我必须是你麾下的第一统帅了吧 而且董卓分吕布为中郎将 董卓整个势力 董卓本人不算 身份最高的是董卓的亲弟弟 左将军董明 其次就是中郎将了 有人说这很好呀 董卓是老大 董卓的亲弟弟老二 吕布不就老三了吗 估计这个亲弟弟也没啥本事 就得官职高也不管事 那吕布不就老二了吗 也许吕布也是这么想的 吕布确实是中郎将 但问题是 不光吕布是中郎将 董卓麾下还有五个中郎将呢 有人说那怕啥 吕布那么牛 别说是五个中郎将了 就算再来五百个中郎将 吕布也得是第一名 吕布是第一中郎将 然而这也是我们的想象 事实上董卓麾下 一共六个中郎将 而董卓有五大统兵的统帅 六个中郎将五个统帅 你们猜猜哪一个中郎将 不配当统帅呢 答案很简单 吕布 估计吕布自己都惊了 凭啥呀 我带着并州军投靠你 我是义子呀 咋轮不到我呢 我比那五个差啥呀 咱一个一个看啊 第一个统帅是牛斧 董卓的女婿 你这吕布是义子 有人家女婿亲吗 人家里面还有个女儿在里面呢 对吧 董卓超爱这个女婿 有多爱这个女婿呢 给这个女婿麾下 配备了西梁的王牌军队 李爵 郭范 张继 嘉许 四大都尉 所以这女婿的军队 是五大统帅里面最强的 估计呢 有人替吕布鸣不平了 天下无双的吕布呀 竟然败给了女婿两个字 太不服了 还真别不服 这女婿不白给 反董联军分三路进攻董卓 北路军是袁绍带的小弟王匡 南路军是袁树带的小弟孙坚 中路军主要是衍州军 就是我上集说的张淼包姓军队 包含了某县的民兵营营长曹操 敌人是三路来进攻 那董卓也得三路迎敌呀 负责迎战北路军的 就是这个女婿牛服 袁绍派王匡来进攻 被牛服打得几乎全灭 这还不算完 大汉的名将朱骏起义了 要对付董卓 位置呢 就在北路军的辖区 结果也被牛服给剿灭了 那有人说了 五个统帅呢 女婿比不了 吕布可以比得上别人吧 不会每个都得董卓的女婿吧 当然不是 咱看第二个 徐荣 徐荣击败了曹操 又和李爵 郭范 张继 贾许 何兵 击败了孙坚 有人说了 今天他爹 你说过 曹操是新兵 孙坚呢 又是联合击败了 所以这个徐荣骂也一般 没那么强 换成吕布也可以 刚才这两仗 换成吕布是可以 但接下来的一件事 就能卷死吕布